汪小菲和大S连日来的战争被不少民众当成八点党来看 其中小S也追捐风波 不只被爆吸毒 滥用药品 老公徐亚军找姑娘 踩着大S的人血馒头上尉等等 沉默了三天 终于在24日等到她的首度发生 小S在社群发文写下 我亲爱的二女儿Lily 她以为我忘了她的生日 怎么可能 你们三个都是妈妈的心头肉 你们比我重要太多了 并附上一支超感人影片 Sommy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more You think I don't remember your birthday right Read the card Read the card Read the card I'm reading I'm gonna cry I know it's okay Mama很认真写的 You write this yourself? Yeah My sweet girl Lily Mama怎么可能忘记你的生日 你在2007年11月24日 从我肚子出生 出来之后我就永远记得那这天有个小天使来了 Are you serious? OK it's your turn 你小恶魔 你这么晚念吗 嗯 我要怎么念 就是正常的念中的词念 是是你会安慰Mama 鼓励Mama好爱着Mama 这一切是Mama的动力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 你有想法又迷人 下一句比较芳妮你可以念吧 这个是鼻臭 根本很没 为什么画起来咖啡子 你的未来会很棒 只要坚持做对的事 无论Mama在哪 就算创画成晕朵 你会读到什么 因为你之前写的卡 甚至是我写的 我写的 是你最后读到最后读到的 我觉得我都爱你自己写的 我爱你 我爱你 很高兴 16岁 镜头后来也带到小S 可以看到她眼睛浮重 面容憔悴 即便这几天一直被汪小菲骂 她仍想公开祝福二女儿生日快乐 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果然这就是Mama